心理分析 和遗传有密切的关系 是动能的主要来源 至于自我呢 就是一般所说的自觉 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处事能力 而超我呢 大部分属于潜意识层面 受社会规范或者是权威所约制 这三个部分就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组 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佛家所宣扬的空的观念 跟以上所说的理论并不太一样 现在呢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 就这个主题为我们做更深入的解说 我不是心理分析学家 我也没有研究心理分析 我对心理分析的学问 可以说 不说是很浅 根本就是一张白纸 所以我不敢在这儿用比较的一种角度来谈心理分析学所讲的本我 自我和超我的问题 来跟佛教的空观自学思想来对比 如果要比的话 第一 因为我对心理分析学不清楚 第二 站在这个主观的立场来比的话 可能不是很好 心理分析 他的祖师应该是弗洛伊德这么一位祖师 我也看过他的几本书 那么现代人好多人讲心理分析 我也看了几本书的 但是我始终觉得用心理分析来谈腐法 好像是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是我常常也用心理的一种分析来告诉人家修行 可是我的心理分析不是用的现在西方人的心理分析 因为我们佛教就有心理分析的学问 那就是维舍学就是心理分析的学问 就是将心经也将心理分析 把心理把它分得很细腻的 所以我还是站在腐法的立场 来谈人的心理问题 那么人 比如说心理分析说 本我 就是说一顺俱来的 自我 好像是修习出来的 超我呢 就是潜在意识的 潜在意识 刚才我在前一个 前一季里边 前一个单元里边也讲到了 还是不是很清楚 潜意识究竟是什么东西 还是不大清楚 那么当然心理分析学家 他们觉得是已经很清楚来讲到 但是对我来讲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还是讲 我们副教讲的自我 是什么东西 副教讲的自我 我们讲的虚幻的 执着 叫做自我 我们把它当成了一种 一种临时的 一种对自我的重视 随时随地 这个自我是会变的 因为心的念头会变 我们的环境也在变 我们子弟本身不断地在成长 也在变 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础的时候也在变 比如说现在 我讲这一个单元的 大法国 那么听众之中 没有听过以前 那你是你的观念 听了以后 可能你的观念之中 稍微有一点增加了一些什么 或者是修正了一些什么 这也就变了 至少说 这个法师 圣言法师讲了个什么 好像我听到了 这个本身也是我 这个我就是 这个我是什么 这个我 随时随地 随着我们的心的调整 成长 改变 而得变的 这个我 所以我们叫做非我 我们叫做假我 我们叫做妄我 就是妄想的 妄的我 那我们是不是有个真我呢 这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真我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 从知识的宗教的立场来讲 所以真我就是 就是我们的最后的归宿处 那叫做真我 或者是呢 我们最初的开始点 这个叫真我 人从哪儿来 回到哪儿去 就是啊 同一个地方 这个叫真我 这是宗教上面的呀 有始 有始 有终 在始终 一贯的 不变的 这个终 这个是我 这个我呢 不是烦恼的我 而是呢 就是执着的我 实际上 就是自我中心的我 这个我啊 究竟是大我呢 还是小我 一般的人来讲 就是大我 因为是 跟 神合而为一的我 跟宇宙合而为一的我 跟诸佛菩萨 合而为一的我 我们称他为法身也可以 我们称他为啊 福性也可以 这个 都有这个观念 因此 我们这个观念呢 往往有人把 福性 法身 当成神 一样的看 对不对呢 不对 福法讲的 我 这更高超的 叫做无我的我 这个无我的我 也就是 叫他 法身也可以 你叫他 福性也可以 有没有这样东西 是没有 这个就讲到空观 讲到 空的 这个空的意思是什么 空 既非有 也非无 这个叫做空 有之中 有的之中 本身就是空 空的之中 不能够否定有 这个叫做真正的空 成了佛的人 人 已经是 我是空了的 他是没有执着的 没有自我中心的执着的 但是成了佛以后的人 还在度众生 他的智慧 他的慈悲 是无限的 是啊 实践上无限 空间上无限 但是他并不执着于 无限和他自己的存在 这是说 众生需要他 他在作用 这个作用是因众生而作用 不是他自己在作用 因此他是无我的 这种思想 很不容易能够让人家 分析了解 我想这是给诸位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要更清楚一点的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慢慢地再来体验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